大家好,我是爱妮言神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我们要为大家带来最新的攻略 仆人技能机制解析前瞻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仆人 首先还是培养的材料 有想法而且不怕苍茧的 可以先行准备准备目前有的 以便戳到级毕业 第一还是普通攻击斩首之妖 普通攻击有两种类型 一种就是正常的普攻 没有太大的作用,看看就行 而另一种就是生命之气大于最大体力30%时 进入阴翼里战状态下 阿雷奇诺的普攻将转为红死之妖 就是变成强化普攻 并获得火附魔 与40%火元素伤害加成 大家可能都有耳闻 仆人是围绕生命之气为核心机制来战斗的 如果我们把生命之气作为仆人的子弹 那么这个强化普攻就是用来打出子弹的枪 强化普攻会消耗当前5.5%的生命之气 获得数值为生命之气 占最大生命比例 乘以238%的高额倍率增幅 这个倍率应该是加算 算上启动 仆人15秒内大概可以打出三套平A 0加1的仆人通过专武 大招和战绩与天赋1 可以获得120%最大生命值的生命之气 三套平A下来能造成大约40万的伤害 如果不用1的话 0命仆人大概在打24下之后 生命之气就会小于30% 这个强化平A的伤害 基本占了总伤的八成网上 接着是元素战绩 万箱化灰和天赋 一味苦痛可偿还 这两个一起看 如果说红死之焰这个强化普攻 是打出子弹的枪 那么这两个就是子弹的 补给包 主要的效果就是获取生命之气 元素战绩万箱化灰 会造成范围伤害 并对一名敌人突展 伤害并不算高 只有几千点 重要的是会为命中的敌人附加穴 血肠热令 这是获取生命之气的主要手段 血肠热令每三秒造成一次火伤 并提升一次等阶 火伤最多造成三次 之后 自身使用重机 可以回收血肠热令 来获取生命之气 血肠热令的生命之气最高阶 可以获取70%最大生命 每20秒 最多获取80%最大生命 初始是20% 如果自身有生命之气 则会清除自身生命之气 并回复等额的最大生命 因为生活天赋 为灰烬可滋养的效果 这个技能应该是仆人战斗中的 主要回复手段 而天赋意味苦痛可偿还 击杀带有血肠热令的敌人 直接获取70%生命之气 不过这个效果可能难以触发 而且大概率会受到80%上限的限制 可能比较大的作用 就是解锁血肠热令的生接功能 然后就是元素爆发 二月僵生 这个技能的效果比较简单 造成火元素范围伤害 飞绿尚可 一个大差不多5万伤害 也兼具提供15%最大体力的生命之气 帮助启动 那么元素战绩 天赋1和元素爆发 总体来说 就是获取雀 常乐令 具体的操作方法 对单与对群略有不同 对群时 由于回收数量较多 可以通过居怪等方式 让元素战绩命中4个及以上目标 然后直接重击回收80%生命之气 再配合大招专武就可以启动了 启动之后直接打强化普攻 对单时 无法通过回收一阶叠满80% 那么可以先用元素战绩 把血肠乐令养着 切队友上buff 等到三阶后 用重击回收70%生命之气 然后专武大招启动 仆人打强化普攻 一仆人单人 一轮差不多应该能打出来 46万左右的伤害 15秒DPS能有31000左右 同样是15秒的轴 DPS同销差不多 但是仆人倍率相当高 攻击力拐对仆人的伤害提升 力竿见影 吃拐能力不低 进入队伍后 伤害不明决力 至于天赋二维力量可守护 就是攻击力越高 伤害抗性越高 算是减少治疗的补偿吧 最后是圣遗物和专武 先看圣遗物邪律一响断章 这应该就是仆人专属了 给的数字不少 不过应该只有仆人能用 再看专武 吃月之行 有32的增伤 和25%生命之气 也算是挺专的了 不过很多人都有护魔和鸟枪 凑活用也不是不行 专武提升的也挺可观 这25%的生命之气 对仆人来说 就是直接提升倍率 看起来好像也不错 至于说一命专武抽哪个 我其实倾向于抽一命 一命减少生命之气 的消耗之后 专武和一命的平均生命之气 都差不多 提升幅度应该也大差不差 不过一命对于生命之气的利用 要高于专武 一命25%的生命之气 平均下来是18%左右 零命则是9% 如果以后有能够额外提供生命之气 的方法 可能一命也许吃香一点 还是看各自有没有备用的武器吧 目前也仅仅只是B1 本视频大家就当看个乐就得了 记得关注再走哦